这个app不是官方在google play或者是那个play store 还是app store里面下载的到的 他是通过那个第三方就是就是那个介绍人啊 介绍人他给他一个一个一个软体 ok就安装在手机电话上面了的 ok然后我们也发现到当你安装这个app 会出现这样的选项 就是你的sms的那个信息啊要传去哪里 ok这个app就有这样的东西 就是你的sms啊你一选中他的app的话 你的sms的信息都会转到他的公司去 你一收过后他就问你要不要同意 让这个app变成你的sms来源 你的sms要去哪一个app啊 所以他就就是不小心咯就选到这个这个选项 然后所有的sms信息啊 啊这个啊这个是original的啊 我选这个信息他一直跳出来吗 他就叫我选去rfload 对所以他所有的sms信息啊都会进入这个rfload ok他现在这个选回来了啦 ok所以在那个期间哦他收不到任何的sms等的 然后他因为安装这个app啦 然后那个啊那个密码这些啊都已经输入进去了嘛 ok所以他们对还有包括付款号码全部都输入进去 啊所以对方这间这个app的拥有者 ok创办的开发者 他就是拥有他的所有个人资料 ok所以在输入转账的时候啊 这个sms啊包括那个otp号码哦 也不会进来这个手机了的 全部进入这个app 他就是开发者那边会收到所有的信息